不知不觉,已经第十套考题了。 能够一路跟下来的朋友,小狗子陈皮,在这里说一声, 棒棒的,辛苦大家了。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看视频吧。 这动员正在转向前有时间的动作前车。 对,答案A。 对,答案B。 31,这位右转的司机还有时间在拖拉机前插入吗? 也就是不等拖拉机了,女司机直接右转吗? 选择No。 为啥?仔细看图呀。 拖拉机左侧还有个要超车的小汽车呢? 拖拉机的速度慢,小汽车可快着呢。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等他俩都过去了,我们再右转也不迟哦。 选择B。 关键词,Songari,插入。 Le feu vient de s'allumer。 J'accélère et je passe。 Réponse A. Uje m'arrête。 Réponse B. 32,前面的红灯刚刚亮起。 A,我加速通过吗? B,我停下来吗? 是的,我们选择B,停下来哦。 别看路口,还有车在通过。 人家可能刚刚到路口,交通灯才变的。 所以呢,他们有时间加速通过。 但我们和路口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时候加速也许就不是通过, 而是撞到杆子上或者更严重了。 所以停下来,等一等是最安全的。 选择B。 关键词, Allumer,亮起。 Accélérer,加速。 Le mélange d'alcool et médicaments。 Diminue le temps de réaction。 Réponse A. Améliore les réflexes。 Réponse B. Augmente les risques au volant。 Réponse C. 33. 酒和药混合着吃的后果是什么呢? R. 缩短反应时间。 应该不能吧? 只能增加反应时间。 反应速度会慢, 但不可能更迅速。 B. 改善反应速度。 和R一样, 不能反应速度变快的, 只能变慢, 反应迟钝。 C. 增加开车的风险。 这个是对的。 药和酒混合着吃, 一旦发生不良反应, 那就是上吐下泻的轻症。 在开车紧张, 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所以应该选择C. 关键词。 Le réflexe。 反应不能。 Améliorer. 改善。 Diminuer. 缩小。 Augmenter. 增加. Le risque. 风险。 Alerter les secours, c'est préciser. Le lieu de l'accident.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Le nombre de victimes. Ou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34. 打救援电话, 要详细说明哪些信息呢? 提一, 事故发生地吗? 提二, 伤者人数吗? 是的, 这两个信息都要详细地和接线员说明, 这样救援人员才会准确地准备救援所需物品等等。 如果我们啥啥都说不清楚, 人家都不知道派几辆救援车过来呢? 所以我们要选择A和C这两点都要说清楚。 小伙伴们既然生活在法国, 我们法语还是要学一些的, 不然遇到紧急情况什么都说不清楚, 真的很耽误事。 所以呢, 希望我们一起学习够得的过程中, 多多少少可以增加一些词汇量或者生活常识, 这样也是有帮助的哦。 关键词, A l'air de, 报警, Le lieu, 地点。 L'aide au freinage d'urgence, A fu, Actione automatiquement les freins, Réponse A, Accentue le freinage, Réponse B, Déclenche l'anti-blocage des roues, Réponse C, 35. RFU紧急制动辅助系统有什么作用呢? A, 自动启动刹车, B, 增强刹车效果, C, C, 启动防暴死制动系统, 这道题选择B和C, 不用过多解释, 大家记住就好, 还有呢, 我当时就是记住, Déclenche l'anti-blocage, 遇到 AFU的题, 只要有这两个单词的选项, 选上就没错, 关键词, Accentue增强, Déclenche, C, D, L'anti-blocage d'EHU, 车轮防暴死制动系统, Je continue le dépassement, Réponse A, Ou, Je me rabat à droite, Réponse B, 36. A选项, 我继续超车吗? B选项, 我偏回右车道行驶吗? 这道题选择A, 我们具备继续超车的条件, 虽然是双向三车道, 但中间很明显的时线把我们车道分开, 对面的车开在自己的车道上, 也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和它相撞, 后面的车和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我们只要比红色车开得快一些超过它是可以的, 所以选择A, 关键词, Habat, 偏回车道。 Jabord une zone de danger potentiel,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37. 我在接近一个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吗? 是的, 前方式弯道有很多不确定性, 可能会有车, 也许会有行人, 他们遵守交通规则还好, 那如果出现突发状况, 那就是潜在的危险了, 所以呢, 选择Wi, 小心开车哦! 关键词, Abor de, 靠近。 Lors d'un desparafroi, il est préférable de faire chauffer le moteur à l'arrêt? Réponse A, de rouler en douceur dès qu'il tourne? Réponse B, 38. 天气冷的时候出发, 我们最好应该先做什么呢? A选项, 停着车的时候加热发动机吗? B选项, 慢慢平稳地开动汽车吗? 我们选择B, 在慢慢地开动汽车过程中, 让发动机逐渐加热, 这样也是为了减少发动机的磨损, 延长汽车寿命的一个小常识哦! 关键词, 收肥, 加热。 La principal cause d'éclatement d'un pneu est L'usure, Réponse A, Le surgonflage, Réponse B, Le sous-gonflage, Réponse C, 39. 造成轮胎爆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磨损, B, 冲气过多, C, 冲气不足, 这个是基本常识, 我们记住就好了, 造成爆胎的原因很多, 磨损过度也有可能, 但C选项, 冲气不足是主要原因哦, 记住就能得分哦! 关键词, L'éclatement, 爆炸, Le sous-gonflage, 轮胎充气不足, Je reste en feu de croisement,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Je regarde vers l'accotement droit, Ou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40题, Ting说, 我们依然使用进光灯吗? 是的, 虽然是乡间小路, 但对面有车, 我们必须关闭远光灯, 使用进光灯, 这是基本的礼貌, 更是为了安全, 很显然对面的车子做得不对, 它还开着大灯, 非常不礼貌, 极其不安全,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只能减速, 慢行, 同时看向右侧的路边, 所以T2就问了, 我们选择C, 是的, 看向右侧, 不要直视强光, 这道题选择A跟C, 关键词, Lagotement, 路边。 人的一生, 就是在不断地学习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为自己点赞, 也为小狗子陈皮点赞, 我永远支持你, 爱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